淹水超过120公分 住家整个泡在泥水里 此季志工和新远的家 在巴巴风灾后 这回再一次淹大水 礼拜四晚上12点多开始淹水 那淹到我这里 就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 深刻体会受灾相亲的苦 做志工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 是很辛苦没有错 但是有家人帮忙 我觉得还OK 所以我不想让人家知道 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忙了 加一千比我们家还严重很多 帮忙打包祝福礼 每份物资都有大家最深的祝福 我们汇集了十方菩萨的那一份爱 然后透过我们的手 我们是桥梁 希望将十方菩萨的那一份爱 经过我们这个桥梁 让受者能够心生欢喜 53岁的陈玉蓉 领有重大伤病卡是肝燥症患者 即使双手关节变形 还是把握付出因缘 会痛啊 骨头都痛下去啊 全部都痛啊 所以要做小心的啊 这样还是要来打包 当然啊 我们是有福气的人 对啊 我们要 40多位志工齐聚加一联络处 打包安心祝福礼 把爱传道受在乡亲手中 大爱新闻黄泽灵 蔡玉蓋 加一报道 但是 我们下期待